這台股以小電37點開出 隨後一路震盪 但接近11點左右 漲240多點 來到23474點 其中因為川普揚言 提高關稅當保護費 而迎接挑戰的台積電 開盤跌10元 開在1050元 但中午也一度漲15元 來到1075元 而鴻海大力官和聯發科 也有上漲 台電的操作模式 基本上就是 我跟輝達收錢 基本是給代工廠 代工廠整個做成 AI伺服器的機櫃之後 再怎麼樣 再送到美國去 可以把這個 多出來的成本 去做轉嫁的動作 因為他希望那個軍費 那個現在GDP 2.5%可能太低的 你要怎麼樣 世界混亂 你要可能拉到3%或4%以上 川普選前強調 重測石油天然氣 並要收保護費 讓川普概念股 一早開盤 氣勢如虹 軍工股漢翔 龍德造船和雷虎 長1.5到5.3元 石化古南亞 台素台具和台素化 開盤也出現紅字 不過因為川普承諾上任 要解決俄烏和中東戰爭 航運股開始下跌 陽明萬海和長榮 開盤跌1.3元到4.5元 只是川普將來 勢必以美國利益為優先 台灣倚中了半導體產業 會不會受到衝擊 他對台灣的半導體 有所期待 那是我們的本領 那應該拿出來 好好利用 談判談判 全世界大家 如果要學半導體 到美國全部關稅 那就是我們的競爭力 更好表達 明明是美國的品牌 設廠在中國大陸製造的iPhone 回銷美國的時候 要課60%的關稅 那你想一想 美國的消費者 要怎麼去忍受 這樣子的這個 因為關稅而帶來的 這個物價的上漲 晶片時代來襲 台灣在半導體技術 取得優勢 科技大佬認為台灣有足夠的球馬 能夠化為機 為轉機 聽一遍 新聞女主角 何嘉楊 SN小組 台北採用報導